台中市副市长陈子敬带队与独发局等相关局处展开联合机场 有鉴于中区的新中街大湖一败 造成六死六丧的悲剧 这一天针对了全市38间 以卸界旅馆建物展开联合机场 里面的建材或者说消防设备 或者说有没有堆积什么杂物等等 影响到在那边居住人的安全 所以我们从今天起结合我们都发 官员警察消防四个局的同仁 执行联合机场 台中市都发局也指出 以些场所后续营业使用 如果没有主动向主管机关来办理营业或立案登记 将产生管理漏洞 因此以这次的机查将针对申报公安 室内装修及消防设备等来检视是否有合乎规范 一个项目大概是6到30万左右 第一次我们会以最低标去处分 然后请他改善 那给他一段的时间改善 他没有改善的话 那当我们会再来做复查 复查还是不改善的话 我们还是陆陆续续还是继续采罚 这次机查三家的协业旅馆 当场就查获两家北规使用 擅自室内装修及未办理公安申报 已经分别开罚所有全程18万元的罚还 并且限期改善 若未改善将会连续采罚 这链架话台中采访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